在网购的上班族来说 收快递可能是一件挺头疼的事情 送到单位怕影响工作 送到家里可能一时又没有人收 就算收件地址写了家里的 可能很多朋友又担心隐私外泄 针对网购达人的这些困扰 最近一家知名的网站 在上海推出了快递代收服务站的业务 让您在家门口的小店 来代收快递 等您下班有空再去取 我们先来看报道 然后和大家展开讨论 晚上七点多 刚下班的小陈 赶到了位于浦雄路的豪瑞图文店 这是一个快递代收点 在核对了小陈手机上的 提货密码和身份证之后 店主就把小陈网购的包裹递给了他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这种快递代收服务站 是由淘宝网和一些小商店联手推出的 目前已在上海开出了150家 主要分布在居民区附近的照相馆 书报亭 小卖部等地 考虑到服务站面积有限 目前只支持代收体积较小 非生鲜切金额不超过3000元的货品 开张一个多月以来 已经吸引了不少网购达人 因为上班的原因 他送来家里没人 有人的时候他又不送了 这样家里这个住址的话 也不会就是说外泄了 他留的因为是服务站的地址 这样的话 隐私保护这一块也可以得到保障 记者贾倩报道 近几年的网络购物 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被更多的人接受了 但是怎么样更好的来解决末端的 物流的压力 提高消费者的这种消费的体验 也成为了电商进一步发展的 一个很重要的瓶颈 今天做客 夜线一间演播室 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快递驿站的 是天猫服务站项目负责人 王莹女士 欢迎王小姐来到演播室 介绍我们采访 一开始 这儿的一个快递代售的服务 它的这个原发点是从哪来的 其实我们推出这个服务 主要是为了解决消费者 在网购以后 他收获不太方便 例如上班 或者是家里没有人为他收获 那快递员投 多次投地 也会为快递员降低他的工作 就是降低他的工作效率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消费者需求 推出了这样的服务 是 这几年 这个电子商务的发展 的确超乎人的想象 这个今年你们的 这个11月11号 这双十一的活动 这个一天能够卖191个亿 是的 这个也是创造了一个 非常大的奇迹 那么在这一天的时候 末端的这个快递 能够感受到这种压力 其实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末端派送的压力 尤其是对于消费者来说 那其实当天是双休日 那么双休日以后 其实派送包裹道件以后 还是很多是工作日 在工作日当中 消费者一般上班 或者家里不在家 家里没有人的情况 是非常多的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收获是不太方便 那快递员也会在 双十一这么忙的时候 感受到这个压力非常大 现在可能大家消费者 对这个再说服务点 这个服务因为刚推行一个月 还有很多不太清楚的问题 这个服务流程 天猫会不会非常清晰地 告诉每一个带手服务点 有没有规范 有规范 我们从线上消费者开始下单 选择这个服务 到服务站的提货 整个的服务的流程 包括我们和合作伙伴 以及这些服务网点的 一些服务人员 其实都有一套非常标准的流程 以及相关的规则 那么为了避免相关的一些责任 就是可能当中多了一个环节 会出现那些责任 我们在消费者选择服务以前 也是由消费者授权来选择这个服务站 来为它带收获 好 那么关于这个带收快递的这样的一个业务 那么现在推行一个月 现在在电话线上是这个天猫的签约的 快递带收点 这个豪瑞图文店的店主王瑞先生 正在我们的线上 我们来和王先生有个交流 王瑞你好 你好 每带收一份快递的这种操作流程复杂吗 它到底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这个复杂还做习惯了 不怎么复杂 都要做些什么 第一先检查快递嘛 然后在网上签到一下 签收一下 那现在对于这个流程 您是否已经开始熟悉了 现在很熟悉了 每天现在事情这一个月的话 大概有一天有多少的量 您的利润怎么样 前面的量很少 最近这两年稍微多了一点 收一个快递您可以赚多少钱 现在没多少钱 大概八毛钱 八毛钱 那利润不太 利润很薄 那您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我是想这样可以推广 我们自己的印刷业务 那么现在的情况来看 您做了这个代售业务 对您本身的图文的生意有帮助吗 有的 明显吗 还有几个 反正最近还不多 那么对于未来您对这个代售业务 会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期待 未来啊 未来应该是清净蛮好的这种 好好谢谢王瑞 接受我们的采访 刚才和这个一个代售服务的 这么一个店主聊了几句 你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确保店主 都按照这样的规范来为每一个客人服务 其实我们在每个城市都有一定的合作伙伴 例如我们在上海就有东博信息 这样子的合作伙伴那么他们会来为我们拓点 以及对这些网点做相关的服务流程的培训 以及日常的服务的管理 其实我们希望提供给消费者的还是一套 统一的服务流程和标准 在消费者这一端从他选择这个服务开始 到体验这个服务的整个感受 我们都是希望它是非常好的 平时我们也会做一些相关的培训啊 以及和这些网点的面对面的接触 来确保说 因为这个服务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来确保他们能够提供的这个服务 最后的体验是好的 也能给他们带来一定的人气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网络上 大家的这个微博的反馈 那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问你 一个朋友说呢 多了一个环节 就多了一个纠纷的可能嘛 大家说电要赚钱 那这个成本又谁来付呢 不是压缩卖家的利润 就是增加消费者的成本 还是自由物流的电商更给力 送货比较及时 大家可能问到了一个成本的问题 随着这个发展 现在都是由天猫来买单的 对吧 对 现在其实是由天猫来投入 做这一项服务的建设 那么随着这个市场容量的扩大 以及消费者的认知 我们会和快递公司一起来建设这个市场 因为对快递公司来说 其实末端派送压力的减轻 以及人员的成本 还有人员效率的提升 也是为他们公司 节省了一定的成本 那我们会共同来投入这个市场 对于消费者提到的 可能是有一种羊毛 睡在羊身上 要消费者买单 或者卖家买单的话 这个问题目前不存在 以后也不会存在 其实你们看到的是一个 和末端的快递公司的 一个双赢的局面 我们再来看一看 其他的微博的反馈 如果说代售店 永远能够保持诚信优质的服务态度 和合理的代售价格来运营的话 相信顾客一定会满意 并且能接受他们 最好的代售店 应该是首先考虑小区的门卫 和小区附近的这个便利店 这才是真正的方便收建人 你们在选择这个代售店的时候 是不是也考虑到了 这个相关的客人展示 是的 目前拓展 都是由我们的合作伙伴去拓展 那其实我们合作的类型 主要分三类 一类是知名的便利店 那我们在杭州会和喜事多 和右翼站这样的合作伙伴合作 另外一类是物业 我们在杭州 现在物业绿程 整个147个楼盘 已经推行的这项服务 那在上海 因为整个城市面积比较大 所以我们会和东博这样的公司 一起来共同建设这样的网点 首选的网点 还是离消费者最近的 基本上就是在你上下班 以及回家的路上 现在我就在担心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 这样的一个比较前景 而且这种网络的 它的这个认知度一高之后 它的这个增长会非常的快 那么对于一个小店来说 它就面临一个仓储的这种压力 那么如果说 它的仓储压力的成本 和它现在目前的收入 不匹配的时候会怎么办 我们也会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其实在消费者 下单选择这个服务站的时候 就已经为这个服务站 根据它自身服务的能力 来设置服务容量的管理 例如说我作为一个小店 一天我只能 可能我的面积 或者是存储空间 只能做50个 或者是30个之类的包裹 那么它可以为它自己的 这个小店的服务能力 做设置 超过30一个以后 可能我们的消费者 就没有办法选择 它这个站点了 现在还有一个大家问的 比较多的就是 如果选择了贷收点的话 我就没法先验再收了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 可能会有 大家在理解上 和认知上有个误区 因为绝大多数的快递 现在送到消费者手里 也一定是先签收 再验货的 那先验后签的话 目前这个服务 其实它是在快递 这一端是属于一个增值的服务 如果说消费者需要 提供这样的服务的话 那其实他不需要 选择服务站 因为服务站的出现 主要还是为了解决那些 收获不方便的人的需求 它并不是为了占有 快递公司的最后一公里 我们是希望和快递公司 一起共同来建设这个市场 并且为消费者提供 多一项服务内容的选择 提升他们在网购这一端以后 能够有一些更好的服务体验 最后一个问题 可能也是 现在很多买家比较关心的 就是自己的隐私的保护 那么在这个隐私保护方面 有没有专门的条例去固化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不管是在线上下单 还是在线下签收包裹的时候 都做了相应的工作 首先我们是通过密码 来推送这个短信 给到消费者 凭密码短信来提货的 其次在这个面单上 我们会隐藏消费者的信息 只有消费者的姓名 以及服务站的地址 所以我们推出这个服务的初衷之一 也是为了更消费者 能够更安全的网购 保护他们的隐私 这一方面 我觉得消费者可以不用太担心 好的 谢谢王老师 今天来到演播室 和我们来解读了 这样的一个快递驿站的服务 现在推行一个月 具体的体验 还需要大家通过时间去验证 我们希望他给大家的网购生活 带来便利 谢谢王老师